好不容易凑钱给了一百万彩礼 可女友却翻脸不认人 张龙这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女友早就跟当年的初恋在一起了 连孩子都有了 女友卷钱跑路 而张龙却只获得惨死的下场 一朝重生 张龙要他们都付出代价 我怀孕了 孩子不是你的 我爱着的一直都是他 跟你在一起只是因为我想找个老实人嫁了 但现在他回来了 对不起 我选择爱情 高速公路上 张龙听着手机里传出来的语音 整个人都直接猛了 什么情况 他昨天刚给了一百万彩礼 今天他就被踹了 张龙整个人的精神都缓不过来了一样 浑身发麻 身体甚至不听使唤的颤抖 他颤抖着声音给对面发出一条语音 柳如烟 你是不是疯了 我刚给你彩礼 你就给我来这出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算什么 这些年我对你的付出算什么 你说过要跟我一起好好过日子的 好 要分手可以 把彩礼还给我 但语音刚发出去 手机界面就传出一个小红点 您也被对方拉黑 请重新发送 张龙不敢置信地看着手机页面 整个人精神都跟垮了一样 对面忽然传出一道刺耳的车笛声 张龙往前一看 对面一辆大货车正朝着他驶来 他居然开到了逆行车道上 他下意识地要去踩刹车 但就好像怎么也找不到刹车一样 两只脚一阵乱踩 轰 他跟货车直接撞上 熊熊大火燃起 张龙 你要是爱奄奄 你立刻下去把他的镯子给找上来 一道刺耳的声音响起 张龙迷蒙地睁开眼睛 就看见一对女的站在他面前 一个黑胖黑胖的女生插着腰 脚上搭着拖鞋 指着张龙就开始骂 你装什么晕厥 赶紧的 镯子在水里泡太久就不好看了 你不是最爱奄奄吗 你不下去拿 难道要奄奄下去拿吗 他低头看着自己 自己居然穿着校服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他重生 眼前这一幕 张龙也觉得有点熟悉 好一会儿才想起来 这是发生在他学生时代的一件事 阿龙 你不能去 这水很深的 要是你上不来可怎么办 人可不是能这么恋爱脑的呀 张龙不远处 一个看起来也很年轻的小伙子 对他说 眼里满是交集 张龙知道 这应该是同学 叫陈恒 只要你帮我把镯子捡回来 我就做你女朋友 看到张龙一直都没有下去捡镯子 那个黑胖女生旁边一个 肃静高挑的女生开口了 张龙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瞬间火气就冒起来了 柳如烟 你的镯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还当我女朋友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配不配 张龙对完 旁边的陈恒就差点要给他鼓掌了 在场看戏的人都纷纷止住了笑意 他们还以为自己是看错了 这还是张龙吗 张恒看这个场景 立刻走上前 一把拉住张龙的胳膊 阿龙 咱们走 张恒 你大老远 干来管闲事呢 张龙 还不快点给你的女神 去捞手机 黑胖女生陈莉莉 再次对着张龙 就是要舞扬威 但是下一秒 却让他直接闭了嘴 因为他看到张龙 此刻的一双眼睛 带着杀气 下一刻 张龙居然一把甩开了张恒 然后抬起了手 狠狠的一巴掌 扇在柳如烟那张脸上 这一巴掌 几个人一时间 竟然没反应过来 柳如烟更是一脸猛逼 打完人 他直接就走 临走前撂下狠话 你们要是谁不服气 就来找我单挑 我奉陪到底 当张龙站在一家理发店 借着镜子 看着自己的脸 他终于确定自己重生了 张龙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张龙转过身 一手搂住张恒的脖子 一手狠狠地掐了一把张恒的大腿 疼啊 你小子是不是疯了 虽然失恋这事 是挺让人恼火的 但你也不至于拿我撒气吧 张恒疼得一边揉大腿 一边给张龙竖大拇指 呸 老子想开了 柳如烟算个屁 从今天起 哥要做到心中无女人 没等张恒反应 张龙已经跳上了公交车 张龙一抬手 把一块香蕉皮甩向了垃圾桶 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大长腿美女 刚好骑车路过 香蕉皮在车楼上撞了一下 飞落在地 美少女大长腿一只 她怒睁着桃花眼 一眼就定在了张龙的身上 这谁啊 张龙看到美少女的时候 也是一愣 装不认识我 美少女看了一眼张龙的背影 莫名的情绪在心头萦绕 都是花园 准备敲门的那一刻 房门突然从里面被推开了 张龙顶着老妈虎视眈眈的眼神走进屋子 发现自己老爹正趴在客厅桌子上改卷子呢 张喜是二中的高中老师 打从张龙高中开始 张喜便开始寒暑假开补习班 张龙记得很清楚 再过几天 小姑一家就会跑来借钱 张喜狐疑地看了张龙一眼 平日里见到他都唯唯诺诺的 今天怎么了 不过张喜他也懒得管张龙 张龙的学习大多是张母在上心 不对啊 你小子是不是去网吧打游戏了 张母关上门 对张龙质问道 没啊 高三 要好好学习了 张龙指天发誓 张喜放下笔 饶有兴致地看着张龙 那钱呢 拿出来我看看 张母大友一言不合 就狠狠给张龙来一顿的架势 这呢 张龙在裤兜里抛了一把钱出来 两块钱买了香蕉 剩下的都在这呢 给张母看完 她赶紧把这一笔钱又给收了回去 这可是她为数不多的一点钱 下午去哪儿了 张母被张龙两句好话哄得有点迷糊 说话的语气也温和了许多 下午我去图书馆看免费的辅导书去了 张龙编瞎话丝毫不脸红 行 去洗手 一会准备吃饭 张母美好气地白了张龙一眼 审问结束 张龙慵懒地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上一辈子太累了 老张和张母都活得很累 所以从现在开始 她要开始搞钱 第二张 屋内 躺了一会之后 张龙够思好自己的发展规划 因为有前世的记忆 知道后期什么要发展 什么不能投资 所以很快心里就有了一个蓝图 她从床上爬起来 打开了自己的那台电脑 我得好好想想怎么搞钱 张龙连上网 张龙点开社交软件 刚登上去 就发现两个看起来就点熟悉的头像和昵称 张龙猜到是谁 一个柳如烟 一个张衡 她打开那的对话框 阿龙 柳如烟来网吧找你了 她在那抹眼泪 还不肯走 看完了张衡的信息 张龙掏出手机 看了看 给手机冲上电 张龙才打开了柳如烟的对话框 张龙 我们彻底结束了 张龙呵呵一笑 很好 对方回消息很快 我之前对你都是考验 结果你去 吃饭 张母的呼唤声响起 张龙直接把柳如烟 拉入了黑名单 早上六点半 天刚蒙蒙亮 张龙慵懒地穿上衣服 拖拖拉拉地走出卧室 洗漱完毕 张龙回到自己的屋内 扣出了一个钱包出来 翻开来 里面有两百多块 张龙把里面的钱都拿出来 起身下楼 骑上他的自行车 到一中校门口 高三酒班 当张龙提着双份早餐 走进教室的时候 顿时听到一阵哗然声 我就说吧 他肯定是买的双份 陈莉莉用手捅了 捅身边的柳如烟 这家伙又买早餐 来讨好你了 张衡常常地叹了口气 一副恨铁不成钢地 看着张龙 也是 全班都知道张龙的德行 这家伙坚持两年 给柳如烟带早餐 张龙每天都活在 自我幻想中 当然 重生后的张龙 自然不会把眼前这些学生 异样的目光放在眼里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他会把那份爱心早餐 送到柳如烟面前的时候 张龙老神在在地 把另外一份早餐 放在张衡面前 然后贴着张衡坐了下来 一个青春靓丽的身影 走了进来 若有所思地看着张龙 整个教室里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全部集中在了张龙的身上 张龙一抬眼 看到一个正站在张衡的身后 看着自己 这女孩 不正是昨天那个美女吗 张龙这一下吃惊不小 嘴里的早餐 喷了张衡个满头满脸 张龙一边咳嗽 一边回忆起来 想起来了 她是校花 刘莉莉 张衡看到刘莉莉 一脸嫌弃的样子 立刻尴尬笑道 班长 你来了 刘莉莉没搭理张衡 直接绕过她 来到了张龙的面前 问道 同学 你是不是欠我一点什么东西 这一刻 无数道杀人般的目光 照向了张龙 刘莉莉把张龙的手拍到了一边 你不应该给我一个道歉吗 道歉 张龙脸不红 心不跳 刘莉莉突然语气变得极为优越 张龙 你昨天对我做的事 就全忘了是吧 柳如烟和陈莉莉 都瞪大了眼睛 一脸惊奇地看着刘莉莉 和张龙的方向 刘莉莉 平日里跟张龙 更是把杆子挨不到一起 张横指着张龙 我说你昨天怎么连网吧都不去了 跟笑话约会去了 张龙和刘莉莉约会 听到张横的话 看看张龙那无赖的模样 再看看刘莉莉 那忧愿的小表情 柳如烟此刻心头 要多不是滋味 就有多不是滋味 刘莉莉是什么人 怎么可能看得上她 陈莉莉嘴巴上 虽然这么说着 心里也在纳闷 张龙 你到底对刘莉莉 做了什么事 一个高个子男生 终于压不住了 显然这是刘莉莉的 追求者之一 所以跳出来 对着张龙起脸输出 张龙当即脸色一沉 你谁啊 这男生发现 自己有些下不来台 竟然要跟张龙打架 张横不由地冷笑了一声 刘获 怎么的 就在这个时候 教室的门外 急匆匆走进来一个人 班主任 周老师 周老师一出现 原本乱哄哄的教室 瞬间安静下来 正要跟张龙撸袖子的刘鹤 立刻化身小猫咪 规规矩矩地 坐回到自己的位置 周老师把手里的卷子 全部发了下来 张龙把卷子拿到手里一看 不由地两眼一黑 这才想起来 他的班主任是教化学的 张龙题目都没读完 就直接一谋了 重活一世 不会连上辈子混得都不如吧 张龙一边看着试卷上 那些早就忘记了的知识 整个人都猛了 张龙在胡思乱想中 牙疼了一节课 好了 刘立立 你把卷子收一下 周老师看了一眼手表 跟前排的刘立立 说了一声 刘立立立刻起身 挨排地把卷子收起来 来到张龙面前的时候 刘立立看了一眼 张龙的卷子 当她看到张龙 只写了选择题 不由地笑了 哟 半张白卷啊 刘立立撬脸上的表情 有些异样 张龙都没用正眼看刘鹤 慵懒对刘立立道 我要是真考上了985 你当我女朋友吗 刘立立也愣了一下 好啊 考上了 我就当你女朋友 刘立立突然神情严肃地 回应了一句 全班同学一个个 直勾勾地盯着刘立立和张龙 嗯 张龙显然也没想到 刘立立居然会答应 怎么样 要不要我帮你补补课 刘立立似乎很满意 张龙这种意外的反应 张龙心想 补课如果有用的话 他还真就答应下来了 而且 张龙已经想好了 如何应付高考这一关 不过张龙也没拒绝 好啊 明天开始 张龙翘着二郎腿说道 张龙 难道要拖着刘立立 跟你一起退步吗 一堂的刘鹤更急了 刘立立 刘立立 这就是个无赖 你不能答应他 刘鹤转头又跟刘立立说道 跟你有关系 刘立立反问 我 刘鹤显然没想到刘立立如此直白 刘立立翻了个白眼 直接给刘鹤来了个绝杀 我的事 你少管 刘鹤感觉自己的心口被插了一刀 刘鹤像个斗败的攻击一样 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中 张龙无语地摇摇头 一放学 张龙冲进车棚 寻找自己的自行车 第三章 张龙 张龙 根本不给柳如烟说话的机会 抬起自行车就往反方向走去 张龙 陈立立一副气氛的样子 烟烟要找你谈话 张龙 昨天是我考虑不周 你请我吃个饭 我们就算两清了好不好 柳如烟从后面走上来 伸手拉着张龙的袖子说道 张龙猛地一甩袖子 柳如烟 我拜托你别纠缠我了好吗 我们真的不合适 张龙 你到底要怎么样 柳如烟气得跺脚大喊 张龙语气冰冷平淡 从此以后互不干扰 说完 张龙骑车快速离去 张龙 你不要后悔 柳如烟对着张龙的背影大喊 电脑城 张龙钻进了一间组装电脑的铺子 老板 工具盘 又盘多少钱 两百 老板伸手拿出一张工具盘 丢给了张龙 又盘120 工具盘送我 张龙说道 不卖了 最后在张龙好磨歹磨的情况下 买了工具盘和光盘 回到家 先上了网 买了个域名 起飞游戏网 他要做的是一个网页版游戏 他记得前世有一个非常风靡的小游戏 张龙也研究过他的代码 前后不到半小时 张龙就搞定程序 还加入了一个自毁程序 按照这个办法 张龙又研究了几个小游戏 把这些小游戏分别上传到起飞游戏网上 搞完之后 张龙还顺带看了一眼 有关信息学奥赛报名的流程 但是上网查了一下之后 张龙发现他所了解的 跟当下的流程有些出入 而初赛报名 就在这几天内要结束了 这个破完意还不能个人报名 还得学校帮忙报名 报名时间还有三天 看来得抓紧了 张龙有些头疼 刚好张母提着刚买的菜回来了 进门先探头往张龙屋里看了一眼 看到张龙在关电脑 埋怨到一回来就知道完 都高三了不知道啊 张母白了张龙一眼 进厨房做饭去了 这个周末 小姑一家就会跑到自家里来借钱 你小姑昨天还打电话过来说 要么入伙 要么借十万给她 张母说到这就一肚子怨气 这钱说啥不能借 借出去准没 刚好张喜推门进来 听到张龙的话后 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的 爸 你这叫什么话 张喜觉得面子上挂不住 又对媳妇说 这是不是让你不要跟孩子讲吗 你以为我不说 孩子就不知道了吗 张母翻着白眼 只成了自己和张龙的两碗饭 吃饭了 不用管他 张喜无奈 只能自己成了一碗饭 张龙则是趁机继续敲打道 爸 小姑家搞的那个什么茶叶生意不靠谱 如果你不好意思拒绝的话 那我来说 张龙的话让张喜沉默了 事实上 张喜也不是傻子 他想多想的明白 但是目已成舟 张龙如此点拨一番 张喜点点头道 你放心好了 不会乱接出去的 那就好 张龙黑黑一笑 冲着张母击击眼睛 第二天一早 六点钟 张龙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爬起来 骑着自行车出门 很快来到小区外的米粉店 老板娘 一碗牛肉粉 张用筷子底敲了敲桌子喊道 老板娘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 身材火辣 姿态万千 热腾腾地米粉上桌 张龙立刻就热揣了一大口 张龙脚刚抬起来 一个书包就砸在了他的腿上 把张龙砸得一裂浅 脸都差点除面碗里 张龙恼火地扭头 发现刘莉莉 那天你为什么装不认识我 帕柳如烟看到啊 刘莉莉也没在意张龙的表情 继续自顾自地问道 咱能不能别倒胃口 张龙摊开双手 一碗粉都已经吃了大半了 刘莉莉无语地看了张龙一眼 脉步就往外走 张龙连忙提着书包追了上来 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刘莉莉探头 跟收银台的粉店老板娘打招呼 妈 我上学去了 张龙突然反应过来 搞了半天 居然是刘莉莉的妈 难怪刘莉莉经常往这边小区跑 原来是同学啊 刘莉莉妈好奇地上下打量着张龙 又拿了一份早餐要赛给张龙 上学要迟到了 阿姨再见 张龙吓得落荒而逃 刘莉莉妈看着两人一起出了门 眼中满是古怪的神色 两人一路骑车赶到学校 刘莉莉一边无嘴笑一边走 张龙则是一脸无所谓地跟在后面 一路走过来 不少学生都用惊奇的眼神看着张龙 再看看前面的刘莉莉 整个医中谁不知道张龙是柳如烟的舔狗 谁不知道刘莉莉是高冷学霸笑花 这就算打破头 他们都不敢开脑洞把张龙和刘莉莉联系到一起 两人一前一后来到教室门口 看到班主任周老师阴沉着脸 站在教室门口 老师走 刘莉莉跟周老师打了个招呼 直接进了教室 张龙也往教室里走去 站住 周老师立声喊道 昨天的化学卷子 你给我解释一下 周老师把背着的手伸出来 其实是我故意的 张龙不着痕迹地接过卷子说道 故意的 周老师愣了一下 行 那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张龙这半张白卷 算是砸他的锅了 咱们去办公室 我倒要看看 你能给我说出个什么玩意来 周老师一咬牙 办公室就办公室 张龙一脸淡然地走出了教室 刘莉莉的桃花眼看着张龙的背影 没来由地露出了一个笑容 叫室内 一片哗然 刘鹤 刘鹤你怎么了 刘鹤捂着自己的心口 脸上带着无比痛苦的神情 他怎么能跟刘莉莉这么亲近 为什么会去追求刘莉莉 这怎么可能 柳如烟看着刘莉莉若无其事收拾书包的样子 心头好像被什么东西狠狠钻了一下 办公室内 周老师 说说吧 你这化学卷子什么意思 我说张龙 你少跟我这打马虎眼 老实点好好学习行不行 周老师手指敲着桌子 第四章 那不能 我的目标是985 张龙喝了一口开水 对周老师说道 这成绩不行 得走点偏门 走偏门 怎么着 周老师好笑地看着张龙 我就是想请您帮忙 我想参加信息学竞赛 张龙连连摆手说道 张龙 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周老师愣了一下 我有个秘密没告诉你 张龙面容沉重 语气严肃地看着周老师 有屁就放 周老师感觉自己今天有点被张龙拿捏了 其实 我目前已经学了十年了 张龙神秘兮兮地说道 这可是关系我人生的大事 你可马虎不得 张龙接着认真地看周老师说道 这一下 周老师觉得张龙是认真的了 但是他也不能听信张龙的一面之言 想了一下后 周老师敲了敲桌子 跟张龙一偏头 跟我走 找个内行测试一下你 看你是不是真的有本事 周老师背着手 冷笑一声说道 走就走 张龙立刻起身 跟着周老师走了 周老师领着张龙来到了危机室 推开危机室的门 一个年轻女子 正坐在讲台的电脑前 一手捏着鼠标 女子名叫李华华 第一节危机课 李华华的亮相就惊艳了所有学生 此刻 李华华正翘着二郎腿 看到突然走进来的周老师和张龙 李华华吓了一跳 连忙微微一笑 有点是求你帮忙 周老师有什么事你说 我班的学生 说要参加信息学竞赛 我想考考他 周老师指了指张龙说道 李华华一听是这么点事 瞟了一眼张龙 懂不懂 李华华眼皮都没抬的 接下来李华华直接提出几个专业问题 张龙倒背如流 十分熟练地回答着李华华的问题 不但把李华华搞得愣住了 就连一旁的周老师都听得有些猛 有点东西啊 李华华转过身 重新打量了一下张龙 李老师 他能参加信息学竞赛吗 周老师在一旁问道 有点东西 但这些都只是基本算法知识点 能不能还要看他到底有多少量 李华华指了指自己已经蓝屏的电脑屏幕 今天不行 我电脑出了点问题 等我修好了 我出两个题给你做做看 我可以修一下 张龙说着走上来 李华华看到张龙手指敲动键盘 熟练地进入安全模式 这么霸道的病毒 张龙恶呵呵地瞟一眼 站在一旁有些发呆的李华华 开始熟练地帮他恢复数据 李华华尴尬 我就玩了个小游戏 不对吧 你破解人家原代码 张龙对着李华华笑了笑 你怎么知道 李华华刻意地把这个游戏 说得牛逼一些 但是他不知道 他玩的这个游戏 就是张龙开发的 张龙偏着头 玩味地看着李华华 你看什么 李华华被张龙看得浑身不自在 故作严肃地问道 张龙指了指自己 你玩的这个游戏 就是我开发的 李华华一脸的不敢置信 怕是他自己都不知道 这几款小游戏有多活啊 李华华狠狠地掐了一下 自己的大腿 这几个小游戏 发布才几个小时 就被同学疯传了 你这个游戏的原代码 让我学习学习 李华华显然也是个编程迷 李华华转头跟周老师问道 周老师 他叫什么来着 张龙 张龙 你特别好 李华华此刻看张龙 是越看越喜欢 李老师 你的意思是 张龙可以参加信息学竞赛 周老师有些隐隐地兴奋 以他的水准 进国家队也不是没可能 李华华兴奋地说道 那岂不是可以直接保送重本了 周老师顿时兴奋了 现在他有机会带出一名竞赛生 这实在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 张龙此刻已经把电脑数据恢复 并且随手打开起飞游戏网 看了一眼后台的访问量 这让张龙着实吃惊不小 李华华惊恶道 这个游戏网也是你做的 这浏览量是要乍天 李华华转头看了看周老师 周老师 你们班上还有这么天才的存在 周老师眼睛瞬间直了 此刻他看着张龙 眼里似乎已经能看到一个即将成功的网络天才 李华华此刻看张龙的眼神 像是看着一块黄金 张龙却是在心里微微摇头 这个李华华的眼光是有点 但是不多 这倒也不怪李华华 这是时代的局限性 事实上 李华华的眼界已经很高了 这么能赚钱 周老师手指头哆嗦了一下 不过周老师也不是红眼病 他很快就稳住了心神 拍着张龙的肩膀道 你加油 如果能保送 那咱们都有面子了 张龙 现在我就是你的指导老师了 李华华突然想到了什么 摆出了一副严肃嘴脸说道 你能知道我什么 张龙指了 这已经恢复了数据的电脑 我帮你修好的 李华华顿时翘脸一红 歪着头想了一下道 张龙 你要考信息学竞赛是吧 要学校帮报名 回头我跟校长说一声 李华华这是在展现 他的人脉实力给张龙看 说着 李华华直接从口袋里 掏出了手机 直接当着张龙的面 拨了号码 打完电话 李华华得意地对着张龙 抬了抬下巴 搞定 牛逼 张龙对着李华华 竖了个大拇指 还有 你这个起飞游戏网 我回头找人帮你推广一下 保证你赚 李华华拿着手机 双手暴毙 怎么样 李老师好 张龙坐五体头地壮 李华华直接笑喷了 看着张龙满是喜爱 李华华反倒被张龙的眼神 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这距离出赛可不到一个月了 算了 我明天给你搞几套 往年的真题曲 李老师万寿无疆 张龙在败 便在张龙和李华华聊天打屁的时候 绅士 企鹅总部 企鹅的首席技术官李东强 擦揉着有些发红的眼睛 打开了自己的电脑 第五章 作为企鹅元老 李东强负责公司专有技术的研发工作 目前的企鹅蒸蒸日上 甚至已经开始把上市提上了日程 他刚刚开机 准备登上自己的社交账号 结果却发现登陆不上去了 李东强眉头一皱 拿起电话打给技术部 怎么回事 李东强有些恼火地问道 服务器被格式化了 正在恢复数据 李东强 什么情况 有个起飞游戏网出了几个爆款小游戏 游戏部门想仿制 然后我们就破解了一下原代码 结果 就 李东强立刻打开网页 查到起飞游戏网 有点意思 李东强对着电脑一顿输出 居然有我破解不了的算法 李东强没想到今天碰到了一个他搞不定的 李东强又尝试了几次之后 终于放弃了 不过他很快就想到了什么 立刻拿起电话 老板 在办公室吗 说完他就立刻去了老板的办公室 而老板听说这事后 立刻说 立刻联系这个游戏开发者 学校 周老师一路把张龙送回到教室 眼中带着满满的兴奋 两个人刚刚走到教室门口 就看到刘莉莉从教室里跑了出来 周老师 我想换个座位 刘莉莉直接跟周老师说道 换座位 你想换哪儿去啊 周老师愣了一下 我不想跟刘鹤坐一起了 想换个同桌 跟他 刘莉莉指了指张龙 我昨天答应了帮他补课 周老师当即有些猛逼 话说张龙这小子 这两天怎么跟刘莉莉走得这么近 他之前不是喜欢柳如烟的吗 张龙喜欢柳如烟的事情 几乎全校都知道 周老师之前不提 是因为柳如烟一直没正面回应过张龙 相比柳如烟 男生应该都喜欢刘莉莉这种学习好 长相又好的女孩吧 之前的刘莉莉 可是没表现出对哪个男生特别关心的状态 可是刘莉莉这两天 好像跟张龙走得很近啊 莫不是刘莉莉知道了张龙的身价 然后头怀送抱 周老师顿时觉得自己的思想有些歪了 他知道你的事了 周老师把张龙拉到了一边问道 知道什么 我怎么会跟他说这个 是我不纯洁了 周老师咳嗽了一声 转头看看一脸疑惑的刘莉莉 对待刘莉莉这样的女孩 周老师自己都觉得有些亵渎对方了 这可是高三 刘莉莉可是清北的苗子 周老师继续跟张龙低声道 您放心 张龙回了一句 懂事 周老师高兴地笑了笑 笑着对刘莉莉道 刘莉莉啊 你想跟张龙坐在一起 如果张龙愿意跟你坐在一起 那你就换吧 接着周老师大声对张龙说道 刘莉莉想跟你一起坐 你什么想法 说完 他冲着张龙挤了几眼睛 意思让他自己拒绝刘莉莉 谁知道张龙摸了摸下巴 我个子高 坐前面不合适 要不 你还是坐后面来吧 张龙黑黑一笑 对刘莉莉说道 好 我去后面 周老师 张龙答应了 那我去换座位了 说完 刘莉莉转身 兴高采烈地进了教室 周老师 我也回去上课了 张龙一猫腰 直接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张横看到张龙进来 立刻挤眉弄眼地跟张龙问道 放心好了 张龙一边说着 一边把张横的书本往他的书包里塞 老张你干嘛 张横不解地看着张龙的行为 刘莉莉把书包往桌子上一丢 张横 你去第三排座 张横一呆 看看张龙 再看看刘莉莉 不是 随意换位置 老师会骂死我的 周老师答应了的 刘莉莉说着 竟然主动出击 把张横的课本 直接搬到了他的位置上 不是 阿龙 我 张横一脸委屈地看着张龙 去吧 张龙挥挥手 能跟笑话同桌 他不得赶紧感谢他 张横骂骂咧咧地起身 走到了刘莉莉之前的位置 气鼓鼓地坐了下去 一旁的刘获则是一脸哀伤 悲绝地看看刘莉莉的方向 再看看身边的张横 这个学 不上野吧 刘获 你干嘛 数学老师忽然走了进来 数学老师训斥了刘莉莉之后 直接在黑板上写了一道大题 下面请一位同学解一下这道题 说完 数学老师错愕道 张横你怎么做这么靠前 刘莉莉呢 我在这呢 刘莉莉连忙举手 你那个同桌 你来回答这个题 数学老师指了指张龙 点名道 张龙显然没想到 数学老师会点到自己 一眼看下去 一句也看不懂啊 张龙之前的数学底子不错 但别说现在了 就是放在高考后的那个月 张龙都把所学的高中知识 忘干净了 刘莉莉那边已经用纸条递了过来 张龙上来解这道题 数学老师站在讲台上 下面一览无余 何况刘莉莉这么明目张胆的助人为乐 张龙牙齿发酸 写了个简 然后无奈地看着数学老师 我没有思路 我说张龙 你这跟刘莉莉坐在一起了 就要向人家刘莉莉多学习学习 数学老师没好气地挥挥手 张龙顿时快步回了自己的座位 数学老师接着敲了敲黑板 在上面讲着 上午的最后一节课是英语 今天的英语老师 依旧带着他标志性的 咯噔咯噔高跟鞋生登场 一进门 英语老师满意地点点头 很好啊 直接上课 英语老师把课件放在讲桌上 干练地翻开课本说道 来 先来个同学读一下课文 英语老师赫然发现 张横坐在了刘莉莉的位置上 刘莉莉呢 英语老师又找了一圈 才在最后一排找到了刘莉莉 这是犯错误被惩罚了 英语老师迟疑了一秒后 刘莉莉那个同桌 你起来读一下课文 张龙一脸无语 怎么每个老师现在喊他 都会带一句刘莉莉的同桌 第六章 看到张龙在发愣 刘莉莉用手指捅了捅张龙的胳膊 然后把英语课本悄悄地 推到了张龙面前 张龙下课的时候光吹牛逼了 连英语课本都没拿出来 讲台上的英语老师等得不耐烦 就要准备发飙 整个教室所有学生的目光 都落在了张龙的身上 张龙这节课 估计要到外面走廊里去上网 张恒就曾经受到过一次严厉的惩罚 大冬天蹲在操场的雪地里 把一篇英语课文一点不差地背下来 张龙当初为了学编程和考研 张龙可是足足备了八千家的单词量 我的任务自己会完成 张龙站起身来 拿起刘莉莉的英语课本 先看了一眼上面的笔记 刘莉莉完全是自学 张龙开始朗读起来 张龙 让你读第三课 你读的哪一课 英语老师愤恨地举起黑板擦 张龙老脸一红 手忙脚乱地翻到了第三课 快速读了起来 刘莉莉的脸色却铁青铁青的 张龙读得太流畅了 好 整篇课文读完 张恒立刻对着张龙拍起了巴掌 很好 坐下吧 英语老师的脸色好看得不少 点点头 让张龙坐下 刘莉莉长出了一口气 张龙一脸无所谓 你真遇袭了 刘莉莉挤了几鼻子 一脸不服气 怎么样 哥强大吧 张龙曲弃自己的攻二头肌 小声对刘莉莉问道 刘莉莉翻了的白眼 张龙 你来说说 不定是做主语应该如何应用 他问的什么 张龙连问题都没听清楚 直接问刘莉莉 刘莉莉一边小声提醒 英语老师走下讲台 往他这个方向走了过来 刘莉莉连忙用课本 能不能看清 就看你的眼力了 张龙一抬头 发现英语老师 正用要杀人的眼神盯着他 质问道 这可是我刚刚讲过的 英语老师是有着独到判断力的 这张龙刚刚坐下 就跟刘莉莉交头接耳 下拜他的玉戏成果 已经是张龙努力的顶线了 刘莉莉恨得牙根发痒 哼 这么爱出风头 陈莉莉推了推身边的柳如烟 低声道 众目睽睽之下 刘莉莉看着张龙的美眸中 居然闪过了一丝担忧 没有人回到此刻 刘莉莉的心里是什么想法 为什么 她会为张龙担忧 看到英语老师越走越近 张龙咳嗽了一声 继续开始了她的表演 张龙几乎不喘气地说了一大堆 整个教室内鸦雀无声 这一套行云流水的课程讲下来 不但把英语老师给蒋猛了 连同刘莉莉张衡 柳如烟 陈莉莉 刘莉都给蒋猛逼了 英语老师的心 频频直跳 又让她装到了多 刘莉恨恨不得给自己两耳光 燕燕 我突然发现 她变得优秀了 陈莉莉盯着张龙 喃喃地跟柳如烟说道 柳如烟情绪复杂地瞟了眼陈莉莉 你到底哪头的 张龙微微一笑 张龙同学讲得很好哈 你们大家应该多向张龙同学学习一下 这节课的内容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问张龙同学 英语老师起身做了的总结 然后赞许地看了张龙一眼 那刘鹤 你的英语课代表就不要当了 张龙同学以后就是英语课代表了 吃完午饭后 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英语老师接着跟张龙小声叮嘱了一句 离开了 恭喜啊 英语老师一走 刘莉莉就对张龙问声问气地说道 张龙黑黑笑着 走了 吃饭去了 刘莉莉白的张龙一眼 起身走出教室 张衡提着饭盒走了过来 走了 吃饭去 张龙瞪了张衡一眼 你孙子变得也特快了吧 张衡撇撇嘴 是你先变心的 把我弄到刘鹤那龟儿子身边 简直恶心死我了 一旁走过的刘鹤 张龙坏笑 刘鹤还想再说什么的时候 张衡突然眼睛一亮 接着猛地一拉张龙 快走 我刚才看到张莉莉了 张莉莉 是学校另外一个笑话 张莉莉这女孩特别老实 张莉莉的身后 自然情书那也是一抽屉一抽屉的 只是都被她一起丢进了垃圾桶 于是再没有人敢招惹张莉莉了 张衡也是那种有贼心没贼胆的 她一直暗恋张莉莉 却一没写过情书 二没当面表白过 前世的张龙眼中只有柳如烟 今天她好好地打量了一下 这个传说中跟刘莉莉分庭抗礼的石斑斑话 张莉莉身高一米六五的样子 比刘莉莉稍矮一些 我说你丢人不丢人啊 张龙跟在张衡身后 懒洋洋地问道 你懂个屁 张衡时而快步小跑 时而停下来跟张龙搭茶 总跟张莉莉保持一个合适的安全距离 既不让张莉莉发觉 又恰到好处地能看到张莉莉的背影 张龙立刻停住了脚步 跟张衡拉开了一个大段的距离 张龙感觉自己上辈子肯定被这小子污染了 不然怎么会在柳如烟那个歪脖子树上一吊再吊 你怎么不走了 张衡一扭头 发现张龙没跟上了 停住了脚步 还是走回到了张龙的身边 张衡这个连舔狗都不如 张龙直接甩开张衡 跑了起来 别看张龙身高一米八 张衡这货虽然身高只有一米七 张衡生怕他一气之下 把自己肋骨条干断了 张衡气得撒鸭子追了上去 让让 让让 张龙在经过张莉莉身后的时候 刻意停了一下 然后猛地一闪 不好 张衡眼看着张龙一躲 脚下不由地一个踉跄 他追得太猛了 根本杀不住车 啊 一声惊叫 伴随着张衡的倒下而响起 张龙一扭身 看到张莉莉一脸惊慌地站在那 他觉得是不是自己把张衡给绊倒了 张莉莉脑海里涌起了数个杂乱的念头 于是低头试探着问了一句 同学 你没事吧 张衡艰难抬头 看到张莉莉吓得苍白的小脸时 他自己脸先红了 没 没事 张莉莉上下打量着张衡 第七章 我没事 不信你看 张衡强忍着膝盖的疼痛 语无伦次地说道 没事 一点是都没有 你的脸 张莉莉指了指 张衡的脑门 张衡伸手 抹了一把脑门 一手血 有点晕 我还是先送你去医务室吧 张莉莉小心翼翼地说道 没事 不用你送 张衡顿时露出了暖男前置 关心备置地让张莉莉先去吃饭 一旁的张龙咧咧嘴 张莉莉迟疑着 张衡一眼看到了张莉莉身后的张龙 突然大声骂道 快点送老子去医务室 张龙一脸无语 不过在这么多学生面前 张龙知道张衡要面子 便懒洋洋地走了过来 骂完张龙 张衡又舔着笑脸跟张莉莉道 你看 我发小 她能送我去 张龙真想骂一句 但是为了张衡的面子 她还是忍了 张衡挥手 刘莉莉这才一步一去地离开 刘莉莉一走 看热闹的学生也就自动散了 为了不碰到张莉莉 把自己脑门都摔破了 看到张莉莉走远 张龙手一松 把张衡直接丢在了地上 我去你的 张衡把胳膊搭在张龙的肩膀上 整个身体都压了上去 滚 你是怎么做到的 张龙被张衡抱住 道 你看看咱们学校 谁跟张莉莉说过这么多话 张衡愣了一下 张龙也约了张衡几句 张衡不但没生气 反倒眼睛一亮 呀 阿龙 阿龙你牛逼啊 我说最近刘莉莉像是鬼迷心窍一样 跟你走得那么近了 张衡一边说 一边追了上去 刘莉莉最近迷恋歌 那是因为歌有魅力懂不懂 张龙翻了的白眼 当然他也不明白 为什么刘莉莉最近跟他的关系 变得这么快 你真要有魅力 那为什么连柳如烟都没拿下 张衡反问道 张衡 你不会说话就少放屁 张龙翻着白眼 这狗东西说话专门接人短 你什么时候追女孩这么有经验了 阿龙 你快教教我 看到张龙没搭理他 张衡立刻换上了一副讨好的模样 说道 你自己不把握 就怪不得别人了 阿龙 我求救你了 张衡单膝下弯 恳求着 这样 你先把你的网名改了 改个让人不那么恶心的 那改成啥 张龙拿着张衡递过来的五块钱 嘿嘿一笑 满山猴子我定最红 我怎么感觉你是在坑我 张衡伸手要抢张龙手里的钱 张龙眼疾手快 先塞进了口袋里 爱信不信 行 张衡果然不再抢钱 而是晃晃悠悠的跟着张龙走了好远 到了医务室 张衡就后悔了 校医是一位是年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 大家都喊她刘医生 另外一个是个护理专业毕业的小姑娘 叫孔护士 中午这个时间 刘医生不在 只有孔护士抱着饭盒 一边看电视 时不时的还拿出手机发个短信 打架了 看到张衡脑门上血糊啦啦的 给张衡处理伤口 我说她为了给一个女生表白 你信吗 张龙直接靠在病床上 嗯 果然 张龙一句话就把孔护士心中的八卦之火点燃了 别听她瞎说 张衡气得想把张龙的嘴巴给缝上 孔护士显然相信了张龙的说法 憋着笑给张衡贴了纱布后 对她问道 你想休几天假 假不用请 你给她把脑袋上多缠几圈纱布 看起来越凄惨越好 张龙用手比划了一下张衡的脑袋 按照她的标准 那起码把张衡半个脑瓜子都缠满纱布了 张衡悲愤地看着张龙 你懂个屁 人张莉莉都不认识你是谁 这次就要给她一个具有震撼力量的形象 张龙戳了戳张衡的心口说道 张衡再次沉默了 好半天张衡才低声问道 真的行 张龙给了她一个爱信不信的眼神 果然张龙拿捏了她的软肋 缠 缠 张衡一咬牙 拼一把 哪怕只能跟张莉莉多说几句话呢 那我可就下手了 孔护士按照张衡的标准 给缠了几圈 得 就这形象 张龙非常满意 就张衡这那形象 谁见了都得多看两眼 张衡彻底失去了理智 上头了 走到教学楼下 张龙跟张衡打了个招呼 让她先回教室 自己则是往办公楼的方向走去 英语组的办公室门开着 里面就英语老师一个人 张龙敲了敲门 英语老师一抬头 看到是张龙 立刻露出了一个学生们 平日里都见不到的笑脸 过来了 来 进来坐 您找我有事 张龙也不客气 坐在了英语老师对面的椅子上 你这个假期 是不是专门学英语了 英语老师狐疑地看着张龙 之前张龙的英语能力 绝对没有现在这么强 按照英语老师的经验 即使现在的张龙去参加高考 绝对能拿高分 英语这东西 多学多看多说多练 张龙随口跟英语老师胡周着 他哪里有什么学习的方法 这纯纯是时间堆积出来的 都被吓来了 英语老师这一下惊到了 行了 我们说正事 是这样的 我想把你这节课奖的 用到我的教案里 我下周在市里有个比赛 我想把它当作案例 当然可以啊 那本来就是您自己的教案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张龙立刻一脸跟我无关的样子 用学生的讲课内容 当自己的教案 英语老师在心理上 是有些愧疚的 不过张龙这么一安慰他 英语老师很明显松了一口气 谢谢你 第二件事呢 张龙生怕英语老师 真的把他搂在怀里 抚摸两下 第二件事 就是下周我们学校 有个英语演讲大赛 您不用说了 包在我身上 张龙拦住了英语老师的话 不就是一篇英语演讲吗 我保证完成任务 那就这样 张龙就这么答应下来 此时也差不多要上课了 于是他转身离开 第八章 英语老师立刻如是重负 跟张龙聊个天 他感觉自己好像的学生 张龙反倒像个老师 就在张龙和英语老师 在探讨英语学习的时候 米粉店 刘莉莉拿着他上课时 跟张龙交换写纸条的 那张草稿纸 嘴角带着淡淡的笑 刘莉莉把这张草稿纸 小心翼翼地叠成了一个星形 放进了小钱包中 接着刘莉莉又从小钱包中 拿出了一张纸张 上面写着六个字 祝你永远快乐 刘莉莉盯着那六个字 看了许久 看她的样子 是真的忘了我 刘莉莉看着那触动心灵的歌词 回忆如潮水般涌动 那年她才二年级 那个时候的刘莉莉 还不姓刘 而是姓卢 叫卢莉莉 跟着妈妈刚刚从大山里出来 刚刚进城的孩子 性子孤僻 跟同学之间爆发了不少矛盾 就在刘莉莉孤立无援的时候 老师给她安排的星铜桌站了出来 刘莉莉至今都记得 那个矮小的身影 一张小脸上胸气腾腾 这个身影虽然缠弱 但是在刘莉莉的眼中 她是高大的 而后 她知道了她叫张龙 时光流逝 转眼到了四年级 变故出现了 刘莉莉察觉 她父母之间的关系 有了微妙的变化 父亲升职了 母亲经常以泪洗面 每次刘莉莉问她 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她都只是把刘莉莉 紧紧地搂在怀里 在四年级下半学期开学之前 刘莉莉的妈妈 带着她离开了家 也转了学 刘莉莉的父亲 还会回来看一眼刘莉莉 这个时候的刘莉莉 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 每天早上 刘莉莉的枕头 都会被禁食一大片 每次刘莉莉心情低落的时候 都会想到 那个给了她温暖的瘦小背影 给她写的字条 祝你永远快乐 高一的时候 刘莉莉几乎一眼就认出了 隔壁班那个熟悉的男生 那个时候 刘莉莉好激动 好想冲上去跟她打个招呼 可是她发现 她要去讨好 那个叫柳如烟的女孩 而那个柳如烟 每天享受着她给的好处 却鲜少给她好脸色 高二的时候 刘莉莉显然没想到 大家都分到了重点班 刘莉莉在想 张龙在重点班 柳如烟在平行班 距离远了 或许她会慢慢醒悟吧 这个时候 刘莉莉再次想要摆明身份 跟张龙回忆一下 曾经的童年时光 只是第二天 柳如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就来到了重点班 这一次 张龙不但帮柳如烟带早餐 还会帮柳如烟打开水 周末的时候 还会请柳如烟出去吃饭 刘莉莉就这么看着这一切 再次打消了想法 谁能想到 高三的第一个周末 却在路上看到了张龙 居然打了柳如烟 看什么呢 把自己都看笑了 刘莉莉手抖了一下 抬头 看到妈妈就站在自己的面前 已经不知道站了多久了 没什么 刘莉莉应付了一句 最近心情不错 刘母把果盘 推到了刘莉莉面前 然后自己坐到刘莉莉的对面 用眼睛偷偷地瞄了一眼 刘莉莉的钱包 嗯 今天来咱家吃饭的那个男生 叫张龙 我就坐他身边了 果然 刘莉莉一边吃着果盘 一边直接坦白道 她成绩怎么样 刘母怕自己会刺激到刘莉莉 但是依然问了一句 张龙 成绩应该不如刘莉莉 应该还可以 刘莉莉撒了得小谎 那不错啊 刘母又有些担忧了 你们不是想考同一所大学吧 刘莉莉的成绩 是擦边清北 那个张龙如果只能考一个差点的 那差距还是挺大的 暂时还没这想法 刘母不知道的是 刘莉莉现在没有准确地回答 是因为她还不知道 张龙想考哪所大学啊 好了 你放心好了 聪明的刘莉莉知道 刘母担心的是什么 她很轻巧地就安抚住了母亲 刘母欣慰地点头 我先去学校了 说完 刘莉莉拿着果盒 蹦蹦跳跳地走了 张龙离开办公楼 回到了高三九班的教室 全班现在都懒懒散散的 又盯着张衡脑袋上的纱布看的 譬如柳如烟 陈莉莉 而柳如烟和陈莉莉 则是窃窃私语 笑得很贼 嘴里的跟荷花一样 张龙踢了一脚凳子腿 示意张衡站起来 成了 张衡看到张龙回来了 激动地语无伦次地喊道 你犯神经呢 张龙没听懂张衡的话 还以为张衡是在骂他 阿龙你真神了 张莉莉她真的主动跟我说话了 张衡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 陶醉得不得了 不就跟你说句话吗 他肯定跟你说的对不起吧 你怎么知道 张衡眼睛又是一亮 对着张龙竖了的大拇指 阿龙 你就是我心中的神 张龙其实也没想到 他一时恶作剧 把张衡搞成这个德行 结果还真调到了张莉莉 不过按照张莉莉的性格 十有八 九也就是这句话了 张龙斜着眼睛 一脸不屑地看着张衡 想想自己上辈子 比张衡美好到哪里去 张龙这才长长地叹了口气 下次再找机会吧 聊什么呢 这时刘莉莉也出现在了后门 看到张衡如白无常一般的脑袋后 愣了一下 你这脑袋跟人打架了 给人磕头磕的 张龙没好气地说道 张衡连忙起身 给刘莉莉让位置 然后拼命给张龙挤眼睛 让他不要乱说话 给谁啊 刘莉莉狐疑地看向张龙 张莉莉 龙丝毫不在乎张衡的表情 什么情况 刘莉莉的八卦之心也燃了起来 我跟你绝交了 张衡悲愤地喊道 行 不说 别问了 张龙对刘莉莉挤了几眼睛 看了一眼曹稿纸 刘莉莉描懂 上课传纸条 也就不再追问了 我这里有个果盒 你可以垫一下 说着 刘莉莉从背后拿出了一个果盒 放在了张龙面前 谢谢 张龙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 第九章 教室里 顿时一片鸦雀无声 有的目光落在刘莉莉身上 有的目光落在张龙身上 柳如烟和陈莉莉的讨论 也戛然而止 尤其是柳如烟 指甲扣在了手掌心中 都浑然不觉 我也没吃饭呢 张衡痛苦地喊道 你也来一口 张龙嘴上 虽然这么说 却根本没给他吃的意思 下午课两节物理 两节生物 不知道是不是太热眼的缘故 物理老师和生物老师 都是先看看张衡 然后再寻找刘莉莉 最后 却都叫了张龙 并且每个人的第一句 都是刘莉莉的同桌 张龙来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 张龙就各种纠结 刘莉莉的同桌怎么了 刘莉莉的同桌 得罪你们了 张龙也不矫情 不会的就是不会 张龙的表现 让他们感觉到了一个孩子 即将堕落的危机 刘莉莉看着张龙的状态 也隐隐地担忧起来 放学别走 我帮你补课 刘莉莉写了个纸条给张龙 好的 张龙很痛快地答应了 下午放学 刘莉莉回家吃饭 张龙则是疯子一样冲进了食堂 吃完饭就是晚自习 很多同学都是来应付的 到点就走 当然也有拖拖拉拉 不肯走的学生 比如刘鹤 柳如烟 陈莉莉 张衡等人 刘莉莉也没搭理其他人 拉着张龙 把一份数学试卷 放在了张龙面前 做吧 不会的 我给你讲 张龙直接刷刷刷地写了起来 刘莉莉也拿了另外一张卷子 刷了起来 前面的刘鹤 看着两人同步的行为 极度的眼睛都红了 等了好一阵 发现刘莉莉根本没离开的意思 他只好咬牙切齿地走了 柳如烟手里拿着两张电影票 也等了好一阵 最后恨恨地瞪了刘莉莉一眼 然后拉着陈莉莉走了 刘莉莉 你们不走啊 班里的副班长把门锁放在了讲台上 跟刘莉莉打了个招呼 离开了 你们俩不回家啊 张衡留到了最后 笑呵呵地看着张龙和刘莉莉问道 我做完这套卷子再走 张龙转着笔说道 行嘞 张衡提着书包 撒鸭子跑了 刘莉莉摆了张龙一眼 把他手里的数学卷子抽过来看了一眼 顿时惊了 都不会 张龙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一 这道大题你居然答出来了 刘莉莉好奇地看着张龙 这家伙脑袋是被外星人改造了吗 那就多练 刘莉莉咬了咬牙 张龙一脸苦逼 心里好想反抗 但是看到刘莉莉如此坚持的表情 有什么奖励啊 奖励 你还找我要奖励 刘莉莉的桃花眼中带着恼火 这个家伙 蹬鼻子就上脸了 叫室内很安静 张龙有些异动 刘莉莉把一道题的解题公式和答案写了出来 你就这么想做我女朋友啊 张龙刻意把自己的脸往前凑了凑说道 你离我这么近干什么 刘莉莉顿时紧张起来 转过脸 一双美眸左右转动 警惕地看着张龙 听你讲题 张龙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胸口 过来我给你讲这个题 刘莉莉美好气地看了张龙一眼 张龙黑黑笑着 凑了过来 感受到张龙身上的男性气息 刘莉莉俏脸微微红了一下 开始给张龙讲题 不得不说 张龙虽然忘了很多 但是脑子还是好使的 刘莉莉不到五分钟就讲完了 张龙也学会了 再拿一道类似的题 张龙很快就做了出来 你是不是故意在藏桌了 刘莉莉惊讶地看着张龙 多少还是有些基础的吗 张龙一副兴致盎然的样子说道 刘莉莉很快就进入了状态 接着给张龙讲下一题 刘莉莉的手机响起时 两人才惊醒过来 时间竟然过去了那么久 妈 我在学校呢 这套卷子做完就回去 挂了电话 刘莉莉指了只讲了一半的那道题 来 继续 要不我先送你回家吧 张龙看了看时间说道 没事 刘莉莉话音刚落 啪的一声 教室的灯灭了 这下讲不了了 刘莉莉有些惋惜地说道 张龙简单地把桌面 收拾了一下 两人下楼 刘莉莉走出教室 校园安静地可怕 我在前面走 你小心点台阶 张龙把书包递给了刘莉莉 示意她抓住 刘莉莉看着张龙 微微晃动的背影 暖意浮上心头 还没回家 看门大爷警惕地看着张龙问道 学习 我看是瞎胡搞了吧 看门大爷板着脸 严肃得不得了 高三九班的 我叫刘莉莉 刘莉莉笑眯眯地 跟看门大爷说道 那是重点班啊 看门大爷的表情立刻变了 你这个丫头 我知道 给你们开门哈 刘莉莉对着张龙挤了几眼睛 学霸就是有优待啊 张龙感慨了一句 两人骑上自行车 张龙一路把刘莉莉送到米粉店 刘莉莉此刻就坐在门口靠窗的位置 刘莉莉还是第一次回来这么晚 刘莉莉的心情有些复杂 行了 路上注意安全 刘莉莉从张龙的手里 接过自己的书包 放入车楼里说道 这一路上 两人都在赶路 但是刘莉莉的心情很舒服 那你进去吧 走 张龙说道 刘莉莉笑了笑 一直走到了米粉店的门口 然后转身看向张龙的方向 发现她果然站在那 顿时心中又是一满 刘莉莉对着张龙挥了挥手 这才走进店子里 回来了 米粉店中 刘莉莉端了一碗早就熬好的银耳莲子粥 放在了刘莉莉的面前 谢谢妈妈 刘莉莉甜甜地回了一句 那个男生送你回来的 刘莉莉接着问道 笨 刘莉莉应了一声 你们在谈恋爱 刘莉莉实在太担心了 没有 刘莉莉回答得斩钉截铁 刘莉莉的心却悬得更高了 我们就是普通同学 刘莉莉接着补充了一句 很认真 刘莉莉轻轻地叹了口气 爱情这东西哪里有你说得那么简单哦 第一是张 这么晚啊 张母正坐在沙发上 随口问道 张龙看了一眼主卧的方向 我爸还没回来 他忙着赚钱呢 张母画风一转 怎么那的小姑娘很好看吗 张龙 谁告我黑状了 没 我就是给张恒家里打了个电话 张恒说 人家女孩主动帮你补课 还给你送果盒 张母越说越离谱 张龙点点头 张母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张龙居然承认了 之前学校里也有不少消息 传到张母的耳朵里 说什么张龙在追求一个女孩子 那段时间 张龙回家后 他也问过 但是张龙从来都是直接否认 那个叫柳如烟的女孩子 张母也打听过 张龙不承认 他也就懒得继续叫真了 但是今天 张龙居然没有否认 他跟这个女孩的关系 好像人家真看上你了似的 张母翻了的白眼 心里很是满意 我说的是人家的成绩 你着急什么 张龙黑黑笑着 你要是成绩退步了 我可饶碌了你 张母又要开启他的啰嗦了 你想多了 人家是脑子里有祸的人 张龙敲了敲自己的太阳穴说道 哎哟 您就放心吧 张龙白了白眼睛 别看他跟刘莉莉走得近 学校里想追刘莉莉的男生可多了 不少都知道刘莉莉的笑话名头 可是为啥没人敢跟刘莉莉表白 那些普通班的男生 要是敢靠近刘莉莉 十有八 九会被老师拉走警告一顿 张龙跟刘莉莉能走这么近 那是都在班主任周老师的控制范围内 而且张龙和刘莉莉 才近距离接触了两三天 周老师还没观察出什么异常情况呢 他们敢 凭什么全部责任都推到我儿子身上啊 张母听到张龙的话就不爽了 张龙发现在讨论下去 张母怕是要虎脚蛮缠了 连忙说自己饿了 有张母一听自己儿子饿了 连忙进厨房端出了一锅粥 张龙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 话说回来 你要不要准备点回礼啊 张母坐在一旁 溺爱地看着自己的独子 别闹 我们是同学 张龙把普通两个字咬得特别重 别乱说话 还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张母哀叹着说道 张龙一阵无语 行了 这时候外面响起了张喜的声音 妈不逗你了 张母一边说着 一边去开门 张喜进门看了一眼张龙 还没睡觉 回来的晚了点 张龙应了一声 快吃 明天还要上学呢 张母也没揭穿张龙 她知道张喜是个老古董 要是知道儿子跟刘莉莉之间的事 指不定又要跟张龙谈心 张龙今晚上就别想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 张龙照例早起 看了一眼自己的电脑 然后摇摇头 张龙甚至怀疑这种连轴转的情况 只是一种筛选高级牛马的手段 张龙直奔学校 米粉店这边 刘莉莉想要看到那个身影 可是张龙没出现 刘莉莉起身走到了刘母身边 妈 帮我打包一碗吧 刘母也没说什么 直接下了一碗粉 递给刘莉莉 等刘莉莉收拾好了 刘母才问了一句 给张龙带的 嗯 刘莉莉点头 行吧 刘莉莉抬头看看刘母 怎么刘母的脸上 看不出什么表情 刘莉莉不太了解刘母心里的想法 便应了一声 叫是 张龙手拿豆浆 从后门进入 哟 今天没提书包啊 张衡立刻凑过来 阴阳怪气地问道 张龙斜了张衡一眼 你脑袋上的纱布呢 你大爷的 别提了 昨天我忘了摘 回到家被我妈发现了 张衡气鼓鼓地说道 所以你就跟我妈那个黑状 张龙可还记得 昨晚莫名其妙 被一顿审问的事情 我就是不想让你 再跟柳如烟走到一块了 张衡哽着脖子 一副义气的样子 这个周末 我想请你看场电影 这时柳如烟 突然走到张龙的面前 递了两张电影票过来 前世的时候 张龙也看了这场电影 不过不是柳如烟请她 是她请的柳如烟 当然 为了报答张龙 柳如烟允许张龙送她回家 谁能想到 这一世 柳如烟居然主动请张龙看电影 柳如烟看来是真豁出去了 不过 张龙摆手拒绝道 你还是去跟别人去看吧 柳如烟的脸上 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脑目 你跟谁有约了 柳如烟面子上过不去 想要刨根问底 柳如烟 大家都互相留点面子 不好吗 张龙无语地摇摇头 你说啊 烟是真的被张龙刺激到了 他跟我有约了 这时 声音响起 刘莉莉来了 张龙眼皮一跳 他答应了跟我一起学习 对吧 刘莉莉抬着头 还特意转头 对张龙问了一句 对 我跟刘莉莉约好了 张龙露出了笑容 跟刘莉莉一唱一喝道 刘莉莉 你为什么要跟我争 柳如烟上了头 把往日里对刘莉莉的惧怕 都丢到了脑后 柳如烟 你够了 张龙猛地站起来 他不想柳如烟胡搅蛮缠 刘莉莉用眼神制止了张龙 把打包的米粉塞到了张龙手里 吃你的饭 张龙一脸震惊 接着刘莉莉上前一步 来到柳如烟面前 同学 是你在跟自己置气 放手吧 他不适合你 柳如烟抬头 看着高出自己半个脑袋的刘莉莉 一种无力感油然而生 刘莉莉在柳如烟面前 就像白鸟之手的凤凰 我不会放手的的 柳如烟咬了咬牙 张龙抬头斜了一眼 不过他没说什么度 整个教室里只有刘莉莉和柳如烟的说话声 很有挑战性嘛 那我们就白头一下吧 刘莉莉好胜心极强 性格一旦没有了束缚 战斗力爆棚 你们是不可能去同一所大学的 到时候你们最后依然没有好结果 柳如烟似由所指地跟刘莉莉顶嘴道 这个就不劳你费心了 刘莉莉这话 已经在宣告她的心声了 第一十一章 刘鹤拿起圆珠笔 被她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虽然她知道刘莉莉不太可能跟她一起 但是怎么也不能跟张龙这种人渣在一起啊 而有几个女生一副激动的样子 万岁 刘莉莉此刻维护张龙的样子 太帅了 张龙呆呆地抬头 有点迷茫 教室外 一个标志性的皮鞋落地声 在楼道里响起 这是英语老师的脚步声 柳如烟看到英语老师要来了 也不敢再跟刘莉莉兑现了 刘莉莉是肯定不会吃亏的 刘莉莉愿愤慨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张龙翻了的白眼 刘莉莉只是笑了一下 重新坐在了张龙的身边 你要争气哦 刘莉莉小声对张龙低声说道 我行不行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张龙倒吸着凉气 潜力还是有的 刘莉莉想着昨晚张龙做试卷和改错题的表现 说道 两人说话之间 一个看起来非常漂亮的女人已经走到了教室门口 这不是危机式的李华华老师吗 李华华居然出现了 李华华站在教室门口 问道张龙在哪 那男生已经有些迷失在李华华的美貌中 看到李华华弯腰探头过来 还以为李华华是来找自己的 听到张龙的名字才反应过来 这是来找张龙的 天杀的张龙 他到底干了什么 后门而纳 后门 李华华瞪了张龙一眼 本想扭住张龙的耳朵 奚落他两句 想到这李华华站直了身子 刻意加大了一些声音 张龙 出来 虽然已经努力让自己显得很威严了 但是李华华依然没喊出老师的气势 整个教室的注意力 瞬间又聚焦到了张龙的身上 包括刘莉莉 都是一脸诧异地看着张龙 别闹 那都是谈正式的 张龙跟刘莉莉回了一句 然后起身 从后门直接走了出去 李老师居然也跑来找张龙了 哼 指不定是干了什么坏事 刘鹤更是双手掐腰 学着李华华的姿态 添油加醋地说道 你少在那扯淡 张衡看不过眼刘鹤背后说张龙的坏话 你知道个屁 刘鹤故意往张龙身上泼脏水 张衡气地踹了刘鹤凳子一脚 你说就说 想打架 刘鹤稳住自己的身体 喊着 怕你啊 张衡撸了一下袖子 有本事 你跟英语老师打去 刘鹤立马就怂了 张衡也看到了英语老师走了进来 老师 我肚子疼 刘鹤突然举手 跟英语老师打报告 去吧 英语老师横了刘鹤一眼 刘鹤立刻起身出了教室 这孙子肯定不是肚子疼 张衡举手道 今天我值日 还没拖地呢 去吧 英语老师皱眉 不耐烦地回应道 张衡连忙跑到后面 小日子过得不错啊 教室外 李华华抱着手臂 上下审视着张龙问道 李老师 你怎么能说这话呢 张龙一脸严肃地警告道 且 少在我面前装正经 李华华一副老气横丘的语气 走 跟我去危机室 说完 李华华又往危机室的方向走去 这女人 累不累啊 张龙跟在李华华身后 两人来到了危机室 李华华指了位置 这就是你客桌了 张龙愣了一下 李华华从自己的办公桌内 拿出了一张准考证丢给张龙 给你办好 谢了 张龙欣喜地接过来 这东西对张龙来说 是真的不好弄 不过在李华华这 这都是小问题 李华华又拍了拍张龙桌子上的那叠资料 这可是我去给你搞来的历届竞赛真题 张龙拿过一本资料看了一眼 那是真的费了不少劲 这间危机室就是你的教室 以后你上学就来上课 放学也可以上课 李华华郑重其事地跟张龙说道 我其他的课怎么办 张龙为难地问道 拿了奖 那好大学都求着你去上 你那些课有什么意义 李华华翻了的白眼 轻描淡写地说道 那其他老师要是找我呢 张龙接着问道 不会的 我已经跟你们班主任沟通过了 李华华摆了白手 翘起二郎腿 打扫卫生这事就归你了 我成了你的免费劳力了呗 张龙一副哀伤的样子说道 张龙心里门清 周老师这老狐狸 肯定是怕自己打扰到刘莉莉学习 干脆就让李华华把自己弄到危机室 这叫集训 李华华一边说着 对着张龙怒怒嘴 去把窗帘拉上 为啥 张龙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我电脑反光 影响我上网了 李华华美好气地哼了一句 行 张龙埋怨一句 把窗帘都给拉了得严严实实的 楼道外 刘鹤和张衡同时瞪大了眼珠子 你别看张龙把高中知识忘得差不多了 但是当他拿起这几套历年真体时 那失去的记忆又开始攻击他了 奋笔集输二十分钟 张龙一气呵成 把写好的那两套题丢给了李华华 这么快 李华华一句游戏还没玩完 张龙就完成了 李华华伸手从旁边的抽屉里拿出了答案 居然全对 也就是说 张龙按照这两套试题去考的话 出赛是百分百过关的 李华华那刻原本还悬着的心安定了不少 张龙微微一笑 那你再做两套复赛的题给我看看 李华华眼珠子转动着 小姐姐 复赛的题都是要打代码的 我直接在电脑上打代码好不好 张龙对着李华华抬了抬下巴问道 你叫我什么 李华华本想板着脸说你应该叫我老师的 但是这个称呼实在太有感觉了 李老师也没大我几岁吧 叫小姐姐不过分吧 张龙连忙拍了一个彩虹屁 嗯 就用你那台电脑就行 李华华很满意张龙的表现 张龙微微一笑 快速开始敲击键盘 李华华此时也不敲二郎腿了 直接走到了张龙身后 第一是二张 此时 危机室外 张衡和刘鹤分别从两个方向来到了危机室的窗户外 张龙似乎是故意狭败 打字速度再次加快 一到难题仅仅15秒就做完了 李华华一脸震惊地看着张龙 狠狠地拍了张龙的肩膀一下 挺有料的嘛 张龙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轻点 李华华这才反应过来自己下手重了 连忙又给张龙揉了两把 一边揉还一边傻笑着 嘿嘿 我算是捡到宝了 屋外 竖着耳朵听墙根的刘鹤满脸的震惊 张衡现在也是震惊地无以复加 我回去跟刘莉莉说去 张衡也没想到刘鹤会突然转身 突然喊了起来 谁 屋内听到声音的李华华 声音直接提高了八度 屋外张衡和刘鹤各自抹着嘴巴 吐着口水 听到李华华的声音后全都一愣 跑 张衡扭头就跑 刘鹤跟在他身后 疯狂跑 张衡撞在了他放的拖把和铁桶上 当即把身后的刘鹤一起绊倒了 危机室内 李华华已经走了出来 李华华左右望了望 大爷的 居然有人来听墙角 李华华哪里会想到 是两个学生在外面胡思乱想 他现在满心思都在张龙身上 这个时候 张龙就是他的心头肉 稍有风吹草 李华华都认为是跟张龙有关的 在李华华的威逼之下 张龙又分别做了两套试题 彻底征服了李华华 所以 我这个集训 还有必要吗 张龙 很有必要 李华华煞有介事地说道 最起码我这里的电脑 你能随便用呀 家里张母和张喜丁的紧 张龙想开个电脑 搞点自己的事情都没时间 那我白天都可以自由活动哦 张龙试探着问道 没问题 李华华一副脚侠的嘴脸 满意 那晚自习呢 张龙在揣测 周老师到底打算控制他到什么程度 晚自习我不管你 行了 到饭点了 你去食堂打两份饭 李华华说着 从抽屉里掏出了员工卡 丢给了张龙 李华华靠在椅子中 经过一上午的磨合 李华华已经懒得在张龙面前保持什么老师的威严了 切 张龙撇撇嘴 拿着饭卡跑去了食堂 果然如李华华所说 这个时候还没下课 食堂里的饭菜刚刚做好 热气腾腾的 不过像李华华这样有着计算机水平的老师 还是掌控了一些特权 张龙很快就打了两份饭回来 打菜的时候食堂大妈张龙打趣着 今天来这么早啊 帮老师打的 张龙一句话 这食堂大妈立刻多挖了一勺菜给张龙 多给点 张龙笑了笑 我去 你还真是不客气啊 看到张龙端着的两个餐盘 李华华信念圆征 这你就不懂了吧 吃不吃的完没关系 主要是要营养均衡 张龙黑黑笑着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几个菜 李华华一边说着 一边把把四个素菜的菜盘留给了张龙 别闹 那是我的 张龙拉着餐盘 看着那四个荤菜 恋恋不舍 放心吧 姐姐我干吃不胖 李华华美好气地白了张龙一眼 放手 李老师 你看这红烧肉 都是肥的 不如就让我代劳吧 张龙只故意恶心李华华 在李华华脚踢手掐的攻击下 张龙只能吞着口水 无奈地看着荤菜距离自己越来越远 莫奈何 张龙哀叹着 拿起满眼绿的餐盘 吃了起来 李华华笑嘻嘻地看着张龙 吃得满嘴流油 让张龙吃惊的是 李华华并不是在忽悠她 被李华华风卷残云地干到了一多半 你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啊 张龙看得瞠目结舌 说话都有点打劫了 一会把餐盘送回去 危机室有个小隔间被李华华收拾出来 成了她独有的午休房间 跟张龙叮嘱了一声 李华华走进小隔间 竟然真的睡觉去了 这怕是整个一中最快活的老师了 张龙感叹了一句 连忙吃完饭 按照李华华的要求 快速把餐盘送回食堂 然后回到危机室 快速地登陆自己的社交软件 米粉店 刘莉莉小口小口地吃着碗里的米饭丼 怎么不吃菜啊 刘母端着一碗汤放在桌子上 一边一边跟刘莉莉聊着天 哦 刘莉莉只是轻轻地应了一声饭 别吃那么急 刘母把汤推到了刘莉莉面前 嗯 刘莉莉又应了一声 然后擦了擦嘴角 妈我吃完了 果盘呢 刘母叹了口气 这孩子是怎么了 莫不是跟那个张龙吵架了 果盘还没来得及切呢 刘母的语气有些生硬 哎呀 刘莉莉讨好的看着刘母 刘母看到刘莉莉的笑容 本来有些恼火的心情又平复下来 刘母起身 去切果盘了 谢谢妈 刘莉莉似乎明白了刘母的意思 对着刘母喊道 你高兴就好 刘母头都没回 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刘莉莉傻笑了一下 再次陷入了纠结的思绪之中 这家伙被李老师叫去到底干什么了呢 刘莉莉这一上午 听了太多的流言蜚语 第一 是张龙被李华华叫去了危机室 第二 是刘鹤 张横胳膊骨折了 然后两人说 不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而在这个当口 刘鹤反而跑到刘莉莉面前 迫不及待地打小报告 刘鹤跟刘莉莉 贼细细地说 张龙居然跟李华华在危机室里 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当然 这消息 刘鹤只是单独跟他一个人说的 没敢外传 毕竟 这是涉及到了李华华 如果事情是假的 那等待刘鹤的 寄个大过是没啥问题的 说实话 以刘莉莉的理智 是不相信的 刘莉莉看来 李华华和张龙 是八杆子都打不到一块的关系 平日里 李华华跟学校大部分的学生 那一点关系都没有 怎么可能闹出这种事情 想想都不可能 第一十三章 不过李华华是单独把张龙叫出去的 这就让人好奇了 更让刘莉莉有些难以抉择的是 刘鹤还说了一句话 你要是不信 可以去问问张衡 他也听到了 这件事涉及到了张龙 刘莉莉就更好奇了 他真就跑到同样等救护车的张衡面前问了一遍 张衡只是支支吾吾地回了一句 我 我不知道 他这一喊 刘莉莉的审问也只能不了了之了 但是从张衡的反应中 刘莉莉也觉得这件事不一般了 刘莉莉怎么都不愿意相信 但是刘鹤说的那么真实 张衡的反应也那么真实 不行 我一定要问清楚 刘莉莉还是更为相信自己的理智 除非张龙自己亲口承认 否则她绝对不相信张龙真的跟李华华干了一些什么事 刘莉莉此时端着一盘子切好的水果 放在刘莉莉面前 妈 我去上课了 刘莉莉拿起打包好的果盒 对着刘莉莉笑了一下 跑了 刘莉莉一走 刘莉莉的脸上便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么下去怎么可能保持住成绩吗 刘莉莉念叨了两句 拿出了手机找到周老师的电话 在拨打的那一刻 她犹豫了 刘莉莉迟疑了一下 不曾想手指上用力过度 竟然按了下去 刘莉莉妈妈 是您吗 啊 是我 老师 是这样的 最近莉莉的状态不是很对 她好像跟一个男生走得很近 是不是 哦 我知道 不过您放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那男生被调到危机市去集训了 行 我知道了 我就不用担心了 谢谢老师 周老师这边挂了电话 幸亏我有先见之明啊 不过 他的得意没到三秒 一位医护人员就走了过来 张恒 刘莉的家长是吗 缴飞去吧 周老师 危机市内张龙登上自己的社交软件账号 整个屏幕都卡住了 什么情况 中毒了 张龙眼睛都瞪圆了 死机了 张龙知道 这是因为那些游戏网找到他联系方式的玩家来加好友的消息过多 死机了 当初只留个邮箱就好了 张龙瞬间感觉自己失算了 仔细看一下后台 游戏网居然有了上百万次的流奶量 不过张龙知道 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的 过了峰值 也就过了变现期了 张龙再次登陆社交软件账号 这一次电脑又卡死了 先看看邮箱 张龙想了一下 先打开了邮箱 邮箱里有几百封未读邮件 张龙眼皮子直跳 很多都是找他的联系方式的 更多的是一些软件公司要直接招聘他 不仅仅很多小公司 中等公司 甚至还有一些头部公司 在今后的互联网行业里面 都能呼风唤雨的超级大佬 还有这个 企鹅张栋 这是个大佬啊 张龙的手抖了一下 这位大佬居然亲自联系我 张龙毫不犹豫地就锁定了目标 再次登陆了社交软件账号 他找到了那个加他的人 企鹅张栋 你好 我是企鹅张栋 让张龙没想到的是 他这边刚加上好友 那边就发来了消息 张龙打了两个字 张神 你好 张神哪里人啊 XX 张栋 测了一下张龙目前的情况 可是测完之后 张栋更猛逼了 一个四线小城市 怎么就突然冒出了一个 计算机大佬来 接下来 张龙就跟张栋聊了起来 对方先是提出 要收购游戏网 四百万 但是张龙直接拒绝了 接着张栋又加码 说不但收购游戏网 还要招聘张龙到企鹅 可惜 张龙两世为人 没想到您这么不痛快啊 既然如此 咱们就到此为止吧 张龙摸了摸下巴 这边张栋的社交软件账号 再次闪动起来 不管对方出什么价格 我都出双倍 张龙笑了 张龙不知道的是 张栋这几天愁的 嘴角的泡都起了一大片了 这个价格在张龙的心里 已经超出预期了 跟张栋约好了时间 张龙便开始浏览网页 顺带看了看股票行情 这事也急不得 张龙关掉网页 喂 这时杂物间的门打开了 李华华拿着手机嘟囔着 行了 我知道了 我马上去 李华华挂了电话 一抬头 发现张龙慌乱地扭头 我出去一趟 你就在这自学吧 李华华整理了一下情绪 用李老师的语气 跟张龙说道 拿着果核的刘莉莉来到学校 听到教室里 传出了陈莉莉和柳如烟的声音 你知道上午刘获和张衡 为什么摔断了胳膊吗 因为两个人在危机室 发现了一些秘密 什么秘密 李华华和张龙 在危机室里不知道在干什么 把两人吓成这样 刘莉莉冷着脸 走进教室 教室里就只有陈莉莉和柳如烟两人 看到刘莉莉进来 两个人同时闭上了嘴巴 但是看刘莉莉的眼神 都带着敌意 一直等到上课 张龙也没出现 生们也都好奇 张龙被李华华叫去干什么了 某些人怕是要失望了 柳如烟看着刘莉莉的方向 一节课之后 刘莉莉虽然没说什么 但是脸上的表情已经很凝重了 两节课后 张龙还没回来 刘莉莉就有点着急了 一下午过去 张龙都没来上课 刘莉莉的眉心已经拧成了一个穿字 张龙到底出了什么事 刘莉莉很想去危机室看看 但是他忍住了 下午放学后 刘莉莉回家吃饭 米粉店 刘莉莉随便扒拉了两口 双眼看着窗外神 晚上还不吃啊 刘莉莉看着几乎没动过的菜盘 语气很平静 那个孩子既然被周老师调走了 刘莉莉这种反应应该是正常的吧 妈 我以后想在学校吃午饭和晚饭 刘莉莉突然开口道 为什么 刘莉莉被刘莉莉的提议吓了一跳 节省时间 刘莉莉看着刘莉 眼中带着期盼 第一十四章 这 刘莉莉有点后悔了 当初她跟刘莉莉说这些话的时候 刘莉莉可不是现在的情况 那时候的刘莉莉孤僻 包括对她这个妈妈都不愿意过多的交流 但现在忽然说要在食堂吃饭 还不是想跟那个张龙多一些沟通和交流 刘莉莉很了解此刻刘莉莉的状态 胡老师把张龙调去了集训 刘莉莉着急了 那每天中午的水果怎么办 刘莉莉来点刘莉莉 那就不吃了被欢 刘莉莉这话就有点赌气成分在里面了 刘莉莉的眼睛微微一亮 这样吧 你就先在学校里吃几天 如果不合胃口 你再回家来吃 刘莉莉没直接拒绝刘莉莉 而是给刘莉莉拿了一百块钱 刘莉莉听到刘莉莉同意了 顿时露出了笑容 然后骑着车子上学去了 刘莉莉看着刘莉莉的背影 没心锁得更深了 刘莉莉来到学校 当她走进教室的时候 眼睛一亮 张龙居然在 看到这一幕 刘莉莉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不过她也没说话 而是在张龙身边坐下来 拿出一张卷子写了起来 张龙看了看刘莉莉 她微微一笑 碰了碰刘莉莉的左手 没带水果啊 肌肤触碰 刘莉莉怒视着张龙 你谁啊 我凭什么给你带水果 刘莉莉抢压着心里的复杂情绪 故作生气地问道 唉 可惜了 张龙说着 一副死不要脸的样子 你还知道回来啊 刘莉莉哼了一声 对着张龙打去道 张龙听出了刘莉莉的情绪 张龙撇撇嘴 一副受了大委屈的样子 你去干嘛了 上网 让刘莉莉没想到的 张龙给了她一个很意外的答案 刘莉莉的桃花眼瞪得大大的 眼中满是审视的味道 张龙摊开双手 表示我没撒谎 那明天还去吗 去啊 毕竟竞赛搞好了 我就不用靠高考了 可是补课 关里滑滑什么事呢 刘莉莉皱眉 这个学校的竞赛 无论是哪个学科的 如果竞赛没有她刘莉莉 更不可能有张龙什么事了 想知道吗 刘莉莉怎么可能不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跟我来 张龙从后门出去后 对刘莉莉招了招手 张龙跟刘莉莉出去了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陈莉莉碰了碰柳如烟的胳膊温道 不去 柳如烟赌气地说着 刘莉莉跟着张龙出了教室 来到电脑教室 刘莉莉说着 迈步走进了电脑教室 在刘莉莉进门的那一刻 张龙双手鼓掌 讨厌 刘莉莉翘俏脸微红 转头瞪了张龙一眼 这是信息学竞赛的诗题 刘莉莉拿起了最上面的一本资料 转头看向张龙 所以你今天是在这里参加集训了 你猜对了 张龙笑咪咪地说道 这算猜的吗 刘莉莉的脸上浮现了一抹翘然的红 算啊 张龙一副欠打的语气 刘莉莉立刻掐了张龙的腰眼一把 所以 你是想靠竞赛保送 张龙一边说着 一边伸手握住了掐在自己腰上的小手 我之前怎么没听说你学过编程 刘莉莉转过身 看着上面张龙的笔迹 张龙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就这么牵着刘莉莉的手坐了下来 你现在的水平能保证自己保送到哪一级别的大学 刘莉莉说 应该就这么极错 某些人说的只要我考上了 就答应做我女朋友的 张龙一脸受了委屈的样子 你现在 刘莉莉算了算 四门不及格 高三九班教室 陈莉莉用胳膊碰了碰柳如烟 小声问道 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哇 对面楼道里 班长和张龙 柳如烟和陈莉莉也好奇地看了过去 刘莉莉拉着张龙的手 张龙手里拿着两本书 两人携手 走过长廊 有什么好看的 陈莉莉拍着闺蜜的后背 嘴上安慰着 眼睛却看着门外 已经走进来的刘莉莉和张龙 深深地叹了口气 其实 张龙挺不错的 张龙可不知道 之前看他哪哪不顺眼的陈莉莉 此刻居然在心里 给了他这么高的评价 两人走进教室 张龙嘿嘿笑着 拉着刘莉莉坐在他们的位置上 刘莉莉此时 才抽回了自己的小手 张衡和刘鹤干嘛去了 张龙扫尸了一圈 刘莉莉此刻却一拍小脑袋 他们俩都进医院了 说是胳膊骨折了 张龙有点猛逼 最近张衡跟刘鹤是不对付 但基本上是因为他 难道张衡为了他 跟刘鹤干起来了 说是摔的 刘莉莉把刘鹤跟他说的那些话 都跟张龙说了一遍 扯淡 他活该断胳膊 张龙听完刘莉莉的话 顿时来火了 你小点声 刘莉莉拉了张龙一把 张龙这才压低了声音 所以 这俩货 是跑到电脑教室听墙跟去了 刘莉莉怂怂肩 第二天 张龙按照李华华所要求的 早早地来到了电脑教室 忙活完这一切 刘莉莉提着一盒牛肉粉出现了 发现只有张龙一个人 这才递给了他道 我怕你吃不饱 特意加了两个蛋 谢了 张龙对着刘莉莉晃了晃自己的手机 好 刘莉莉有些雀跃地离开了 张龙吃完了米粉 李华华也没出现 张龙一直等到了十点 李华华才出现 李华华走进电脑教室 你可来了 我今天有点事 想请个假 张龙跟李华华请假道 我们班的一同学 叫张衡 昨天他胳膊断了 我都不知道 张龙讨好的说道 李华华指了指那叠竞赛真题 做完题目再走 早就做完了 张龙把自己做完的题目递上去 什么时候写的 李华华拿过来一看 昨晚上写的 张龙嘿嘿笑着 行啊 李华华摆了摆小手 去吧 张龙立刻起身 谢谢 说完 张龙下楼 一边跑一边给刘莉莉发短信 第一十五章 走吧 我们去开请假条 我已经开好了 刘莉莉举着一张白色字条 对张龙晃了晃 厉害啊 张龙傻眼了 我只开了我自己的 刘莉莉嘴角带着坏笑 那我怎么出去 张龙挠挠头 简单 刘莉莉又掏出了笔 在请假条上添张龙的名字 这不就行了 张龙乐了 刘莉莉白了张龙一眼 问道不敢啊 医院 两人来到骨客住院处 张龙突然一捂肚子 那香蕉有问题 刘莉莉看着张龙的脸 确实挺痛苦的 没事 放个大的就好了 张龙狼狈的一手捂着肚子 一手捂着屁股 冲进了洗手间 刘莉莉叹了口气 提着苹果 往病房走了过来 刚走三号病房门口 一个年轻小伙 突然从病房里往外走 正是刘鹤 刘鹤一出门 就看到了刘莉莉 顿时眼睛一亮 刘莉莉 你是专程来看我的吗 刘鹤特别兴奋 果然刘莉莉的心里 还是有我的 哪知道刘莉莉 直接就给刘鹤 泼了一条冷水 不好意思 我是来看张恒的 刘莉莉很清楚 怎么对付刘鹤 这种追求者 刘莉莉从没给过刘鹤 一次好脸色 说完 刘莉莉就绕过了刘鹤 直接走进了四号病房 四号病房中 张恒的爸爸妈妈 都在陪着他 便在这个时候 刘莉莉出现在了病房门口 刘莉莉 张恒看到刘莉莉的时候 立刻喊道 此刻的张恒 感觉自己好像是做梦一样 什么时候刘莉莉 张恒连忙介绍了一句 刘莉莉 这是我爸 这是我妈 刘莉莉笑咪咪地跟两人打招呼 刘莉莉是吧 怎么还这么客气呢 我知道你 老师说考了全是第三 有机会上清北的那个 就是你吧 张母一拍巴掌 很夸张地说道 没错 是我 刘莉莉很不好意思地 发挥超长了 这么厉害 张富在一旁震惊地接到 张母瞪了张富一眼角 起来 还不给人让坐 对 你坐 张富连忙起身 给刘莉莉让坐 不用 叔叔你坐 刘莉莉连忙 向后退了两小步 张龙从外面走了进来 张龙摆了摆手 让我做话 刘莉莉顿时松了口气 对着张富和张母一笑 我是跟她一起来的 刘莉莉看着张龙的眼神中 有一种依赖的感觉 你自己来的 张母没好气地对张龙问道 咱两家老关系了 来得晚了 您可别介意啊 张龙黑黑笑着 拉了一把刘莉莉的小手 张母笑呵呵地跟张龙问道 你爸妈知道你来的是吗 啊 他们还不知道呢 张龙老脸皮厚 叔你还在证券公司上班吧 能不能帮我搞个账户 张龙突然问道 你想炒股啊 我这不是总要弄点零花钱 张龙也没明说 跟张富打着哈哈 你就说行不行吧 行 张富没好气地说道 行了 我跟你刘叔出去吃点东西 说着 夫妻俩起身离开了 你真打算帮那孩子搞账户啊 张母一边吃着 一边跟张富问道 不帮怎么办 我不帮他 他就会去找别人 那还不如在我这 张富说道 也是 你发现没这孩子好像变了 变得成熟了 是啊 你看看那个刘莉莉 看张龙的眼神 就跟老两口似的 张母白的张富一眼 催促他快点吃 两人又买了些水果之类的 提着回到病房 一进屋 就听得病房里欢声笑语的 都是张龙的声音 两人对视一眼 静止走进去 只见张龙抱着个苹果 一边啃着一边张横逗着乐 张横乐的眼泪都快飙出来了 刘莉莉站在张龙身后 看着就是笑得压不住了 喽 聊什么呢 张母和张富一回来 张横顿时像是被点了穴一般 立刻止住了笑 那大叔竟然也摆摆手 像是没事人一样 只有张龙跟俩人打招呼 还伸手去张母提的袋子里翻东西 呀 刘叔你们回来了 孔姨买啥好吃的了 快给我看看 你还真是不见外 张横抬起右手去拦张龙 我去 跟你见外 那还叫兄弟吗 张龙拿出了一串 丢进了嘴里 说 你们回来了 那我们就回去了 下午还有课呢 张龙丝毫不把自己当外人 等他们回来了 自己就准备走了 毕竟他这次来的目的 已经搞好了 现在他的计算机事业 刚刚起步 已经得到了很多 高薪企业的看好 又有了账户 只要以后他根据上辈子的记忆操作 那前岂不是哗啦啦进账 不过最重要的是 现在的校花是他的对象 回学校路上 也没人认识他们 张龙直接牵上了刘莉莉的手 刘莉莉脸一红 但是也没说什么 甚至用力回握了张龙的手 等他们到学校的时候 柳如烟看到他们两个人握着手 整个人都再也绷不住 直接跳到了张龙面前 张龙 你这个渣男 你以前不是喜欢我的吗 你现在居然背叛我 你太过分了 张龙都猛了 原来到现在柳如烟还没放弃呢 但是当他正准备 第108次拒绝柳如烟的时候 刘莉莉却在这时候走上前 请你注意一点 张龙是我的对象 你要是再敢靠近他 别怪我翻脸 柳如烟整个人都愣住了 但不仅仅柳如烟 连张龙都愣住了 小花居然就这样把他官宣了 柳如烟气得直接跑出了教室 刘莉莉拉着张龙要回座位的时候 才反应过来在教室 立刻脸一红 把张龙给松开了 就这样 在一众同学羡慕极度的目光中 张龙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张横给他发了个消息 成了 张龙回复 成了 全文完